欢迎大家来到《讲经》系列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至十节 现在先读经文啦 我而呀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将基督耶稣的征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世慕前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人若在墙上比武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努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 乃是大位的后裔 他从死女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将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来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经文就读到这里了 经文在第三节这样说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将基督耶稣的征兵 这段经文是 使徒保罗 劝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泰 一个的很重要的书信 在这个个人的书信里面 来到这段的经文 就提醒属灵的儿子提摩泰 我们要作耶稣基督的征兵 那这段经文点出了一个主题 就是基督耶稣的征兵 那究竟在使徒保罗的心目当中 他怎样去认定 基督耶稣征兵是怎样的呢 以到我们在我们个人信仰追求上面 都能够讨神的喜悦 成为基督耶稣的征兵 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 保罗提到 第二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在这里就提出了第一个重点 司徒保罗就提醒提摩泰 他说我以前教训你那些 就是福音里面的真度 你要交托给另一批人 而那批人就是 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将我以前教训你那些真度 交托给另一批人 而那批人又可以教导给另一批人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你就知道原来要作基督耶稣的征兵 首先的就是 你说神的话语 不单止要懂得讲 而且还要教训这些道理 给下一个对公的弟兄姊妹 让他们能够成为教会里面的接班人 让这些信息一代全一代 所以要教训的不单止是那些工作的技巧 更重要的是所教训里头的福音的真理 正如后文 司徒保罗在这段经文说到 他说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那么福音这个这么宝贵 要一代全一代的信息 在这段经文 司徒保罗认为 有一天的重点 是关乎这个福音 要去传扬 并且是仔细论述的呢 他就说到 我们所传的福音 里面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为什么会信靠这位耶稣基督呢 因为圣经说 他是大位的后裔 他是那位 本来就是神 但是为了要救赎罪人 就成为大位的后裔 就显明出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不单就是这样 圣经说 他为罪人死而复活 就显出 他是那位活着的神 永活的神 并且会赐予新生命 给众圣徒的神 可想而知 这个福音的内容 不单只透过这段经文 能够仔细的论述 更加将福音里面的主角 他所作成的事都说给我们 在第十节说 哪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这个救恩是什么的 永远的荣耀 原来这个福音里面 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将我们从罪女释放 并将永生赐给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永远复活的盼望 而且这个盼望 是有永远的荣耀的 所以 这里所说 你要将我所教训的 交托给那些 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既然那些真理性的 福音性的教训 你已经掌握了 作为基督耶稣的精兵 你就要想定 如何将这些的教训 交托给下一代的信徒 而下一代的信徒 也都好像第一代的信徒一样 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 能够将神的福音的真理 交托给下一的队伍 所以当我们讲到交托的时候 有一个成语叫做 所托非什么呢 没错了 所托非人 当我们交托得来 如果交错了 给其他人的话 正如这个成语所托非人 那就大件事了 在很久之前我看过一套的电视剧集 是关乎里面讲三角演义的一个桥段 当时朱国亮 当时朱国亮就为了完成先帝的遗愿 就要不法 在这个不法的过程里面 就将这个重要的任务 运送这个梁草的任务 交托了给一个的梁官 就叫做九安 谁不知 谁不知他在运送的过程 就换忽释手 所以梁草就耽误了时间 先运送到去军队当中 那这个九安呢 在这个桥段里头 就躺着还喝醉 到这个帐幕里头的时候 他就摆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就解释 哎呀真是好惨啊 混粮的路好艰难啊 那但是众人一看就知道 这些全部都是借口 只不过 他在这个运送的过程里面 太过堕烂了 不能够尽心竭力 所以那些仗士呢 都因为他耽误了这个时日 而粉粉不平 最后我们最熟悉那位的朱国亮 很无奈地只能够责罚他 原本耽误了三日 就要斩头的了 那但是这个九安呢 是原来在朝廷当中 一个众臣的指责来的 所以就不便于将他处死 那但是无奈地就怎样啊 这些懒惰的人 就叫到整个军队的行情受阻碍 所以呢 我们所托非人 对于整个的对公而言 是一个很大很大负面的影响 在针言十章二十六节说 懒惰人叫差他的人 如醋倒牙 如烟昏木 即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重要任务 你所托非人 交托了给一个懒惰的人 那怎样啊 那就好像那些牙呢 就有成泽醋地倒下来 哇 好不舒服 就好像那些烟呢 去昏住你的眼目 搞到你好不舒服 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了 所以当我们说 要将这些教训 去交托给下一梯队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圣经就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 首先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交托的对象 他是能教导别人的 能够将神的话语 不单止自己能够融会贯通 还要能够去教导别人 有一种教导的能力 弟姐妹 你见到这幅图 你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植物吗 没错啦 这些植物就是猪龙草 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 见到这棵植物 我就立刻拍下了一些照片 因为这幅相 就被我联想到起 一个很特别的过程 你有没有留意这幅相 有很多棵的猪龙草 找到呢 没错啦 而且这些猪龙草 每一个的大小 是不同的 你见到这棵很小呀 接着这棵 又大大棵的 这里还有一棵 好了 原来在这里最大的时候 就生到这么大棵 左手面的 那你知吗 原来这么大棵 是又怎样的 小小棵 这个小小的 小小的 慢慢地生出来的 所以 这些猪龙草 能够生到这么大 是渐渐 又慢慢地 小小的 这样长大 以至能够成为一个 这么大的猪龙草 同样 我呢 就从小学到中学 中英文都是紧紧合格的 我妈妈呢 经常跟我这么说 阿仔阿仔 你成为传道人 能够 能够去讲解神的说话 这件事呢 实在感到诧异 但同时又很感恩的 我与文能力这么差 但竟然能够去讲解神的话语 荣耀归给神 都是渐渐地靠主学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千万不要说自己不能够去教导 反而你要知道 能够教导这个过程 是渐渐建立出来的 就我而言 我起初去教导圣经的时候 就是我参与教会的暑期圣经班 而这个暑期圣经班 是指儿童暑期圣经班 我第一次就做暑期圣经班的助教 过了一两年之后 就在暑期圣经班里面做正教 就开始慢慢掌握神的话语 和知道如何教导这班小朋友 然后就慢慢去到另一个崗位 就是儿童崇拜做助教 然后过多几年 就是儿童崇拜里面做正教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想在这里彼此的劝勉 神能够将教导的恩赐 藉着圣灵分给众弟兄姐妹 无论是年长的或者年幼的 但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感动 更慢慢操练 在不同的崗位上 漸漸能够成熟 能够将福音的内容 真理去教导给其他的鼎子妹们 好了这段经文 不单止我们要有能教导的能力 同时就是它说 当你将这些教训去交托给 这班有教导能力的人 他们还有一个条件要符合的 以至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 那就是说交托那些 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什么叫忠心呢 就是无论如何都好 这些教训不是乱修改的 无论遇到多少的困难 你不单有能力教 你是要教得准确 不是乱讲的 不是违背交托给我们 那位主原本的心意的 不是按自己意思乱来的 是要忠于交托给我们的主的 原来 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 司徒保罗就提到 当时已经有很多人 乱讲解圣经了 他们不忠于主的交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另一个主人 圣经说他们为利混乱神的道 他借着神的道 去为自己争取利益 无论是钱的利益 或者是明星的利益 总之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混乱神的道 将神的话语 原本的意思扭曲 不止迎合人的需要 更加满足自己的利益的需要 有一天我就在网络上看到这个 教会的新闻 里面讲到就是 启动香港进入超自然运动 有一个南美洲来的牧师 叫做马都纳多 这个机构呢 就将里面的内容 特别强调是什么 既学无二 吸引神同在 将这些字眼 放在这个宣传的信息里面 大姐姐妹们 你知道吗 一个混乱神的道 的一个平台 它一定是将人觉得 耳熟能长的一些信仰的标语 去显露出来 特别是机学无二 弄到鬼死这么大 为什么 因为想告诉人 我们是照着圣经来 扮这个宗教活动 圣经又说机学无二 所以我们是信正的 我们是合乎圣经的 大家一起来追求这个运动 大家一起来追求这个运动 圣经说机学无二 你知不知出于哪一段经文 你又知不知机学无二 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没错 机学无二这段经文出于 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六节 你留意了 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机学无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究竟圣经在这里 为什么说机学无二 而机学无二本身的意思又是什么 我们留意第三节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为什么要说虚心的人 因为虚心的人 如文虚心 不是说这个人很谦卑的意思 虚心是说灵类感到贫乏的意思 而且以赛书说到这种虚心的人 是说到很poor很穷乏的 上下文的意思就是说 人在神面前生命好贫乏 因为伯役神得罪神 所以这里就这么说了 一个人感受到自己在神面前生命好贫乏 行了这个人是有福的了 因为体会到自己的贫乏 那怎么样 他就相对于天国里面的富足 真正天国里面的丰富 他就去学无了 所以他就说了 虚心的人 在神面前有一种感觉贫乏的人 那天国为他而开 另外就是虚心得罪又怎么样 又会哀动 为了自己得罪神 为了自己灵性的贫乏 他就感到伤心 很多人为了自己的考试不行了 就伤心 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感情不行了 伤心 有很多人为了自己赚不到钱又伤心 现在是为了什么 自己的信仰 自己那种敬虔的生命不足 就哀动 不行了 神就将属灵的安慰临到他 那跟着他就说 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指 当人在神面前感到灵性贫乏 哀动的时候 他就恢复在神面前那种的谦卑 柔信 所以就能够按着神的心意 领受神的话 而承受地土 这个地土就是指上文的天国 天国里面丰盛的生命就临到他了 因此你就明白什么叫饥渴慕移了 以前我就行尽不宜 最后我发觉 我在神面前是生命贫乏 所以现在就开始饥渴慕移 很喜欢天国里面 唯异的生命 行异的生活 所以圣经说就是饥渴慕移 饥渴慕移到一个什么地步 第十字说 唯异受迫白 即是说 我唯异行异到一个地步 如果要面对迫白 我仍然选择行异 我仍然选择天国里面丰盛的生命 所以 这里所说的饥渴慕移 就根据上下文 将它原本的意思表达出来 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正因为他们断章取义 以圣经里面正确的词会来吸引人 但里面却不是根据这段经文 要表达众人到神面前 学习饥渴慕无疑 你看他们的聚会是说什么 第一晚的聚会 这个牧者就说 神迹其事的发生 使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 若没有超自然 我们有什么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呢 圣经告诉你 我们提供给这个世界的是福音 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认罪悔改归向神 成为一个信服神的人 但这里断章取义 用一个饥渴慕义的大的标题吸引人 但里头的核心 并不是论述那段经文所说的意思 是他自己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我们教教的信仰如果没有神迹 和一般的信仰没有什么分别 这个绝对是错误的教导 他继续说 假如教会没有神迹 耶稣就只是一名哲学家 你看 他将耶稣如果没有神迹 就当作一个哲学家来看 可想言之 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身份是什么 是一个专满行神迹歧视 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 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在 是我们的救主 应信悔改之后 成为我们永活的救主 然而 这位人士是有病患的 他很期望这个神迹能够临到他得蒙医治 谁不知 他不是带着饥渴无疑 是带着神去医治他的心 来寻求那位虚假的耶稣基督 在第二天晚上 这位牧者继续说 慧香的教会拒绝圣灵的工作应罪 他们的高举是圣灵的工作施行神迹 但我们对照圣经 我们就知道 圣灵是为基督作见证 基督是将父要拯救罪人的事显明出来 所以圣灵不是去高举神迹歧视 圣灵乃是高举基督 并基督所作的工作 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所提论的圣灵 不是圣经所说的真理的圣灵 是茂莽的灵 所以我们要小心 他又继续说 所有圣经人物都有神 有超自然的相遇 他们更新改变后 所以他们强调的就是 永远说超自然的神迹 但是又混习圣经的论述 绿色的字眼这么说 当人学慕尋求神 那份饥渴吸引圣灵来造访你 在香港有饥渴的人妈 那你记得 饥渴的意思是什么 饥渴无疑 是遵行神的话 但现在他说饥渴什么 圣灵来造访你 圣经明明说 每一个得救基徒 恩信称义的基徒 圣灵就永远内住在众圣徒心里 是不需要你说很渴慕圣灵来 为你施行神迹 而有圣灵的造访你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定要神思明辨 了解到使道保罗的年代 已经有人为你混乱神的道 在末后的时代有更多这些事情 因此 这些的牧者 他们在这段经文 在这里的对照底下 我们就知道他们所作的 是背离了圣经 他们说香港进入一个 救赎、封信、医治、释放、转化 和各种恩赐都出现的灵恩运动 甚至邀请香港的牧者去反思 所以弟兄姐妹们 有很多教会的牧者 因着这些 越人眼目的神迹医治 和千奇拜卦的信息 就被扭曲了 违背了原本按真理而来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十分的谨慎 他们用圣经的断章取语的言语 去表达出 去多背离圣经虚假的信息 你看 他们参与这个罪的时候 多么开心 你看 有多少人的参与 有没有牧者似曾相识呢 你看这位女士 多么投入这个聚会 甚至她多么感动 为这个聚会去为神 为他们认为的耶稣基督作见证 他们真有这份热心和感动 但我们对照《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四节 这样说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呢 是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 这班以色列人向神是有热心的 但 但什么呢 不是按真知识 所以热心一定要按真知识 如果不按真知识 是一件极危险的事 他们不按真知识就怎样呢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 他们认为自己对 所以面对神 义的真理 他们就否定了 就不服神的义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一定要很谨慎 研读神的话语 在神学院造就的过程里面 我跟随一位老师去学习 读圣经 最简单的方法 记住 就是我们读圣经 要读圣经那段经文 原本里面所表达的真理内容 所以 当我们去慢慢按上下文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找出经文 原本要表达的意思 当我在教会里面目会的时候 我就将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 融会贯通 在主日学的教导里面 就设立了一个读经法的课程 让弟兄姊妹一重的 去重拾如何正确解读神的说话 透过这个读经法 去栽培弟兄姊妹 每日平时按上下文去读圣经 如何去追寻作者写作真理的思路 以到大家能够发掘出 每段经文真理的所在 带出一种熟灵真正的感动 和神给我们一种按真理而来的纳字 有日当我在教会里面的花园当中 看到教会的芒果树结果 很多果生了出来 你知道吗 原来这棵教会的芒果树 带出了十多年 栽培了十多年 终于让我第一次看到他结出 旅旅的果实 所以我为此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很感谢神 因为弟兄姊妹们在多年的栽培牧养底下 他们都结出熟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 一个例子 在2020年12月5号 我就在这班青少年当中 开始了一个叫做延经小组 不单是他们之前读过读经法 更加留意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是很想尽心研读神的话语 所以我就找了三个弟兄 开始了这个延经小组 我教导他们不单是更加仔细研读神的话语 更加教导他们 怎样去分这些经文的结构 带出主题 和加插适当的圣经例子 预导例子 这个延经小组的目的 就是教导他们怎样将神的话语仔细的划分 最终成为一个 可以仔细将经文结构去分析 和去学习如何出查经资料 并且我最期望的是未来 甚至教导他们能够写出 每一段经文的结构 讲章 去学习讲道 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 无论是教会里面的 哪一种的干位事工 特别是教导事工 他们已经有一个更好的基础 能够掌握经文的实义 并且能够按部就班 按着每一个教导对象的需要 能够调整到知道如何去教导神的话语 给下一代的弟兄姐妹 所以感谢神 让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延续传承 更加感恩的是 我都出了一个初信栽培的课程 记得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团契的新朋友来到 在团契当中 就有一对的兄妹 他们就有这种的负担 希望能够帮这位新朋友做一个初信栽培 他们先花了连续百个礼拜 每一个课程大约是个半钟左右 就和他们两兄妹做了初信栽培 之后他们两兄妹就轮流 每人教四伙 就帮了这位新团友去学习神的说话 参加弟姐妹们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 不单止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 不单止他们有能力去教导 更重要的是忠于神的话语 将神的话语教导给另一批的顶子妹们 司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七节说 阿波罗算什么呢 保罗算什么呢 无非都是执事 照主所赐给他的 教导各人 引到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阿波罗虚冠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虚冠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劝勉 我们要花相当的年日 继续忠心去教导神的话语 总有一日 神必叫教会里面的 每一代的信徒被兴起 又兴起过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基督耶稣的征兵 第一点 在基督耶稣的交托中 全城真道 好了 我们继续研读这段经文 在第三节 他说你要和我同寿苦难 这里我们作为对基督耶稣征兵的 另一个重点的诠释 你不单只能教导 也当你教导这些意义 的训练的说话 教导这些真理的时候 就与这个世界不易的事情有冲突 就难免有艰难苦难的挑战 所以我们不会回避这个重点 更加要说明 以到能够成为基督耶稣征兵的顶子们们 我们去教导神的话语的同时 我们都理所当然知道 苦难是随时会临到的 因此这里不单只是使徒保罗 提摩泰 或者这里所提 下一个梯队能教导别人的人 甚至领受了这些教导的另一批人 总共横跨了四代的信徒 都要清楚知道 我们都要成为基督耶稣的征兵 面对的就是苦难 这个苦难有分几个层次 我们先这段经文所描述 这种苦难艰难 临到基督耶稣的征兵 包含了什么难处呢 他就说凡在军中当兵 这种艰难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士兵在军营当中先去操练 这些操练的士兵如何 不将世慕前身 即是有些东西要放下了 没有将世界的事慕都带入去军营当中 因为你要专心做一个士兵 不将世慕前身 大家想起什么呢 我就想起了一套电影 在应该一两年前 就有这套电影叫做《摔交爸爸》 我很喜欢看这套电影 我看过两三次了 这套电影就说到一个爸爸 是一个摔交冠军的选手 但年老了 他又没有儿子 将摔交的技巧 传承给他两个奖女 第一和第二个女儿 这个《真人真事》改篇的故事 拍成电影的时候真的很感动 这两个女儿就不想学摔交 有很多理由 不想摔交不想摔交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那些头发阻止他们 爸爸就说 好了 剪了头发 专心学摔交 起初他们很不情愿 但无论到最后就怎样 要剪短了头发 众人都笑他们 但不把这些头发 纤绕他们 以至于不能专心学习 那怎样 都要剪短了 经历了第一次的比赛之后 他发觉 很不分气 他已经打低了很多人 但有一个打不低 他发觉被激动 被激励之后继续努力 到最后又怎样 他就把所有的事情放下 专心练习 最后他就得着村里面的摔交冠军 而且比很多男孩更能力 拿了很多奖项之后 就越来越出名了 甚至最后就进入国家队 当他进入国家队的时候 就要跟新的教练 这个教练就跟他说 你把你爸教你那套 全部忘记 我有新的一套教你 既然进入国家队 我是国家队的教练 就比你爸更加聪明了 这个女主角 不久了 就要听这个教练的话 但真真正正影响他的实力 后来的发展是什么呢 就是他进入国家队里面的时候 已经没有爸爸的那种监督 他就与他的同伴 就周围去什么 行街啦 看电影啦 他平时还开始打扮了 由于他的心 把很多世界的事情 去摆在其中 不能够专心练习 最后怎么样 第一次出去为国家代表 去比赛的时候 就输了 一路一路输 输到最后怎么样 很灰心 很失意 但幸好 到最后呢 他又被激励了 那他知道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这样不专心 很多世慕去前身呢 啊 他上去了 以前我积极 是将我头发剪断他 那现在怎么样 他又再一次 将他头发剪断他 让他能够专心 所有的世慕都放下了 专心做一件事 就是好好地学习 从此之后 从此之后 他就再一次 很早起床去跑步 锻炼身体 去到他 这个更生过后的操练呢 他终于在这个 国际舞台上呢 大展拳 最后还得到 一个英联邦的 国际比赛里面的金牌 去到最后的桥段呢 他就将这个金牌 只要在他的父亲的面前 他的父亲 见到这个奖牌的时候 大家一同的落泪 因为这个奖项 终于得到了 但这位的女儿呢 知道这个奖项之所以得到 全部都归功于他的爸爸 他要讨这个爸爸的喜悦 因为爸爸为他着想 所以他知道 这个奖牌 爸爸是有份的 圣经说给我们当中 基督做基督的征兵 我们不将世慕前身 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放弃 世慕里面 原本吸引我们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讨那个 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 那个是谁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渐渐学习 去写记 将原本我们的时间 去做其他事情 我们会为了讨神的喜悦 去做神的工作 此之外 圣经就说 人若在墙上比武 非按规矩 就不得冠冕 我们要得神的喜悦 同时要得神给我们的荣耀 冠冕就是表达那种荣耀 我们原来从小小 喜欢地上的荣耀 到我们长大 深思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天国的荣耀 更加的吸引 值得付代价 但我们要得着天国的荣耀 为主摆上 都要按规矩的 什么叫按规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羽毛球 羽毛球场有很多线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些线 有什么原因 好了 那说一说 如果打双打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计算 这些线的规矩 没错 当双打的时候 你知道吧 规矩就是 因为 开球的话 要开对角 是吧 还有 你见到的底线 是有两个线条 有内线和外线 是吧 原来开球 开对方的时候 你的球是不可以超越内线的 当你开完球之后 你的球 又可以越过内线的 除非你越过外线 就是第二条线 如果不然 你能够打赢对方 那球跌入在外线 就是第二条线之内 仍然算是得分的 所以很特别 你开球 不能超越内线的 但是你开完球之后 又可以扩充了这个范围 去到外线的 所谓的弟兄姐妹们 每一个运动都有它的规则 是不是 属灵的规则是一样的 司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但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刑律 而这个坚固的刑律是什么呢 就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难阻人认识神 那些至高至大的事 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令到他们听了福音之后 就成为一个悔改归信 信服基督的人 所以等姐妹们 我们按规矩去做福音工作 就怎样 要专心倚靠神去传广福音 不是凭着一己之力 另外 保罗说 他说 那秒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那我要得什么冠冕 得以后神要为我存留公义的冠冕 到审判主降临那一日 他就要显明将这个公义的冠冕 赐给每一个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 所以顶之妹们 我们在场上比武要按规矩 同样在属灵的事情上都按规矩 得真真正正永恒的冠冕 跟着他就说 努力的人 农夫就先得粮食 对了 没错了 奸田的农夫 他就先见到粮食出产 他就先收割 那又怎样 先得粮食去享用 所以在2020年12月5日开始的延经小组 那些大英姊妹们先学习神的话语 先去研读神的话语 那怎样 他就从神的话语先得到教训 他们灵里面先得神活泼道的供应 他们能够给众大英姊妹更快的成长 到最后他们就出查经资料 去教导团契里面的其他的大英姊妹们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是有努苦的 但是努苦得来 我们先得到熟灵的慰养 灵性的生命先去想尽成熟的吧 那当然这段经文所说的 就是与基督同受苦难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为基督的缘故 那这段苦难去到更艰难的地步是怎样的 司徒保罗在前文论述道 你不要以给我门的主作见证为此 也不要以我者为主被囚的为此 原来司徒保罗坚持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 周围压力大到一个地步 捉了他去坐牢 这种苦相对来说更加难受 大使徒保罗说 我不会以为主传福音所受的苦难而感到羞耻 而我的淑灵儿子提摩泰 你都不要因为为主被囚的我而感到羞耻 其实就是说什么 你不要为我为主作见证而羞耻 那你都没有为主作见证而感到羞耻 这种苦难临到的时候 不需要感到羞耻的 这种苦难临到是必然的 主倘若分了这些苦难给我们众人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感到羞耻 让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 为主的缘故 能够面对这种的苦难 所以等待们 各位们 今天和大家分的主题是 基督耶稣的征兵 第一点是 在基督耶稣的交托中 传承真道 第二点是 在基督耶稣的选招中 同受苦难 按上理 每一个基督徒 落在各样的苦难之中 在信仰的道徒之中 往往会体验到些什么的经历呢 你和我都会体验过的 是吧 这幅图就是众人在跑道上竞逐的过程 你看到吗 有一个人不知什么的缘故 在跑跑的时候就跌倒了 他就面对自己这种的跌倒 相当的痛苦 趴在那裡 我猜可能他真的不能再一次站了 不能再一次奔跑了 在这一段经文的背景 就是提摩泰感受到这种继续为主作见证 传福音很大压力 甚至感到羞耻 所以士道保罗就提醒他 不要感到为主作见证而羞耻 而到你不会为我这个被囚的 士道保罗而感到羞耻 这样在信仰中跌倒的圣徒 是怎样能够重新站立 并且有力量继续奔跑这种信仰的责路 这段经文一开始是这样说的 我疑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 以到能够将这个教训继续交托给另一梯队的弟兄姊妹 他们又能够教导另一梯队的弟兄姊妹 原来每一个梯队的弟兄姊妹都会经历苦难而来的跌倒 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的退后 但现在这里已经给我们一种信仰的出路 我们怎样能够再一次站立起来呢? 保罗说在基督耶稣恩典上刚强起来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恩典是指什么恩典? 没错了 这段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恩典就是指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当我们回顾神的救恩内容的时候 就能够在这种恩典的感召底下再一次干强起来 我们回顾神的恩典就是 神竟然猜拜祂的儿子道成欲生 并且为我们受尽刑罚甚至死亡 祂从死里复活将永远的盼望 似给我们原本没有神没有指望的罪人 我很喜欢这幅图 在网上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很感动 因为这幅图就将救恩里面的真理信息 能够很清楚表达出来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 并且有荣光出现 死是荣耀的 复活都是荣耀的 荣耀到一个地步 我们明白背后就是神的爱 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这样说 因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就是我们软弱敌党神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 为二人死是小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都有敢作的 唯独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 顶撞神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什么叫神爱我 这段经文就说得很清楚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相对不同层次的生活 所领受的苦难层次的不同 去诠释神如何爱我们 而是说不是因为苦难少一点 就神爱我们多一点 不是这样 是神已经为我们这帮罪人死而复活 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就正如这一幅图 我都很喜欢的 我们常常要在圣餐里面 去反复思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上面所表达的真爱 让我们带着复活的盼望 等候主基督降临这种心 继续去默想思想神的爱 为主奔跑如下人生的道路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他不是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他是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既然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保罗 他深相信这份爱同样激励众圣徒 是历世历代的众圣徒 激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什么 他说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因着基督的爱 在默想十字架的救恩 从死女复活的真理之后 我们就再次因基督的爱被激励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体会的 这种激励再次帮我们立志为主而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部电影去到最后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女主角最终能够赢得金牌 并且谓着她赢得金牌 将荣耀归回给她的父亲呢 原来中间有一段过程 就是她很失落在国际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 她的妹妹和一个国家队里面就提醒她 帮她回想她爸爸原来没有放弃她的 继续信任她的 她之前不喜欢她爸爸教那套 现在爸爸继续去挂念她的 所以这一种的回想 这一种再次在父亲的爱的管教和激励底下 她再次打电话给她父亲 恢复回对父亲的信任 父亲的爱再次延点起这位女儿的心望 因此这个女儿最终在她的营舍里面 就对着这个镜子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就是将那个悉心打扮 就是留长了她的头发 再一次的剪断 这个剪断表达她内心再一次的立志 并且照着她以前激励她的爸爸 那种爱那种方向再次去操练 所以她在父亲挽回的底下 再一次在父亲的爱的激励底下 她就刚强站立 继续好早起床去锻炼奔跑 同样的 鼎子妹们 我们信仰的路上都是这样的 每一次你的跌倒 为什么能够站立起来 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扶持你 没错没错 但真正背后的是 神感动很多弟兄姐妹们 来鼓励你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我们成为一个什么 最终成为一个爱神的人 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 在祂救恩的恩典当中 我们仔细默想的时候 做一次刚强起来 奔跑 神为我们预备一条信仰的责路 斯图保罗在他最后一封信 提摩太后书里面的时候 他其实在监狱当中 写最后一封的书信给他熟灵的儿子 当他写到这封信最后的时候 圣经这样说 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 竟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是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叫爱帮人都听见 我亦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尽他的天国 没错 这段经文讲到 使道保罗为主的名殉道 但他知道他必被神救入 进入神的国 因为他知道他有永生的盼望 但这个艰难的时候 众人都离弃他 他这种困难 之所以能够跨越 并且继续干强站立刀 为什么 因为有爱他的主站在他旁边 就加他干强的力量 所以鼎姊妹们 记得使徒保罗这道美好的见证 和真理的论述 我们每一个为主奔跑 甚至可能受苦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鼎姊妹都不在我们旁边 但切记主站在我们旁边 所以我们活在当下 就在香港这个信仰充满艰难和挑战的 新的一页的开始 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得着 宝贵的信息 靠主的恩典刚强 作基督耶稣的征兵 继续将神的话语生命之道 不单止自己领受 也要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顶姊妹们 我们每一个都承担起这个重要的责任 也是成为神所祝福的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耶稣的征兵 记得吗? 第一点就是在基督耶稣的交托中传承真道 还有呢 在基督耶稣的选招中同受苦难 在这个艰痕里面 仍然继续坚持传承真道 实在是不容易的 那怎样继续能够坚持得到? 没错了 第三点 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重新得力 暂立得运 我们是软弱的 但是主的爱激励 做一次干强我们 有力量影响困难 继续传承真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参天父感谢你 将今天的信息伺给我们众圣徒 愿神选照我们 不但救我们进入天国 在我们余下的光阴里头 继续被你的爱的激励 刚强暂立 无论我们现在信仰的光景如何 求你再一次将这种 基督耶稣征兵的真理 托付在我们里头 让我们成为神喜悦的征兵 可以在艰难之中困苦里头 仍然持守主所交托的任务 不但自己持守福音真理的度 也继续在凡事上操练 能够成为一个能教导别人的人 更加重要的是 能够忠心地将你的话语 教导别人 愿神在教会当中兴起大兄姊妹们 去承担起一种这么宝贵的使命 也都将真道同样配合根生的生命 继续去传承给下梯队的大兄姊妹们 愿主你得着当得的荣耀 我们这样同心祈祷 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